這間屋的業主希望有一個比較簡約的設計 所以我選定行車線用了一個 和一個簡約的設計結合去做這間屋 希望讓這間屋一進來的感覺舒適一點 撇除了那些金碧輝煌的感覺 沉實的用色模仿效設計 黑白兩色分佈在每個角落 我選擇用白色為主 加上一些黑色線去做一些線條 主要是黑白灰為主 而白色我選擇了很多不同層次的白色 令到這間屋雖然以白色為主 但是你一輩子的身體都會看到 原來有些光面的白色 有些亮面的白色 又或者有些off white 又或者有少少米白色 陽房樓高三層近2600呎 一家陸校居住 全屋的裝修費大約是400萬 設計有充足的空間發揮 也有不少先天的優勢 在客飯廳那一層 有三米八高樓底 所以本身有這麼好的先天性條件 其實已經不會失去豪華感 進來的時候氣派會影響到 如果我們用簡約的設計 只不過在風格方面 就會跟那些有出入 出來的效果 其實一樣可以很大氣 但是反而這種設計 我自己覺得都頗耐看 就眼看客飯廳沒有明顯的分格 實際天花根據客廳的大勢 畫出長型燈槽 電視櫃一直延伸到圓關 櫃面融上白色 配以硬朗的黑色線條 我選擇了一隻磨砂焗層 來做一些櫃門 或者櫃身的效果 它那個磨砂焗漆 本身的質感 視覺上看上去好像都是白色 但是你摸上去的時候 手感又有少少 好像粗糙的質感 好像有些質感在那裡 而那個白也是一個 off-white的白 令到房間 有很多不同的白色放在一起 電視牆身也是白色 用了一款白色的雲石襯托 帶出淡牙膏的感覺 和紋理清色的地磚配合 客廳這樣 我們就選擇了一隻 南米陶瓷的地磚 這隻意大利的南米陶瓷地磚 它的特性就是 本身的磚會比較薄些 但是它的密度很高 比較硬的 而尺寸也比較大些 我們現在選擇的 就是一個1米2乘1米2的地磚 它有些仿雲石紋 但是它是啞白色的 其他家具的選材偏向低調 茶几及休閒耳 都是透明的款式 啡色布藝沙發 貫切沉實耕體的主題 背後鑑墨櫃 四周二白色作為桂門 中間部分改為一格格的層架 配上牙黑色的底色 主人房位於最高的一層 全屋睡房轉用溫暖的木地板 主人房風格柔和 用色偏淺 床頭板是淡粉紅色的軟墊 沿著白色大季延伸 靠近床頭板造成層次 兩邊滲出黃光 配合柔和氛圍 床邊金色的壁燈 刻意選擇水獨型的款式 貫切全屋的黑白主題 白色衣櫃門 配上牙黑色的抽手 衣櫃同時用作為間長 背後是實用的衣毛間和梳妝桌 全屋間隔唯一的改檔 原先是家庭廳的位置 改為屋主父母的睡房 長身換上平實的行色 天花置中的部分加設了燈槽 衣櫃燙門有黑色線條 作為白色衣生點綴 再次找一件事情 直屋目 做好 標誌